無理的客製化服務 便利商店店員超傻眼 大學的時候 曾經去便利商店打過工 有一個阿伯喔 他就走過來就說 他說你們便利商店有賣指甲刀 那應該就有這種服務吧 對 我也曾經遇過一個 現在有電到店 比如說全家可以寄到全家 對 那我遇到這個阿伯 他是全家他有寄到7號以內 可以打啦… 他沒有想到我之前 全家就可以寄到全家 今晚10店 你不會被創快篩賢心大跟班